國內昨天是新增了十六例的本土病例 有兩人死亡 因為AZ疫苗就快打完 指揮中心昨天宣布 第五輪預約將開放莫德納疫苗 預估這一波的人數 大約有五十二萬人 國內新冠本土疫情週二 三號新增十六例本土病例 個案分佈以新北市十例最多 其次為臺北市四例 加益縣兩例 並新增兩例死亡個案 由於AZ疫苗已經快打完 指揮中心宣布 第五輪疫苗將開放莫德納疫苗預約接種 優先對象為第一到第三類及孕婦 已經完成第一劑接種 而且八月十一號前 間隔滿二十八天者 還有七月十九號以前 已經意願登記莫德納疫苗 而且為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及五十五歲以上之第九類對象施打第一劑 將從本週四五號上午十點到七號中午十二點 開放預約接種 預計從十一號起開打 預估這波人數大約五十一點九萬人 另外考量開學在即為了確保校園防疫安全 指揮中心將再配送五十二點五七萬劑 AZ疫苗給地方政府 提供國高中教師及補教業者接種 我們會配送五十二點五十七萬劑的 AZ疫苗 給地方政府提供預約平臺及國高中教師補教業者 這指著第四輪 至於外界關心鴻海集團 台積電及磁濟基金會 購買捐贈的BNT疫苗進度 陳時中強調食藥署已經完成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EUA 下午公文就會簽合 讓疫苗的製造與輸入台灣的排程較為順利 至於BNT疫苗是否讓十二歲以上青少年施打 要等進口後由專家會議討論決定 記者烙鼠銘 蔣龍翔 台北報導